大家好 我是张正威 今天早上很多人清晨醒来的时候 发现美股有变盘 美股今天早上 清晨的收盘状况 是四大指数同步是收低 我们可以看得到自卡 其实这次最主要的状况是因为什么呢 其实还是最重要是因为 据说这英国的疫情 已经这种变异的疫情 已经传到了美国境内 那目前为止的情况 其实很多的投资人是相当的关注 而且非常的忧虑这市场的状况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包括道琼 包括标普 包括NASDAQ跟费城半导体指数 目前全部都是同步收跌 所以我们能够想象 它可能会在今天 有可能就会影响到台北股市的一个变化 那但是昨天台北股市 的确我们再看另外一张字卡 台北股市在昨天的情况 其实也是一个收黑的状况 那但是还好它是小跌 那么我们提到这三大法人在集中市场 目前为止 在昨天他大概三大法人 包括外资投信 那包括自营商 他其实是这个卖超的情况 在下一张字卡导播 那就是他在集中市场是卖 但是在贵买市场 我们确实买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想再给投资人一个小小的参考 那么在昨天 其实我们台股大概是小跌了11点 其实状况还好 那在外资的买卖超的部分 在下一张字卡 麻烦导播 下一张字卡 我们这个部分 我想投资人今天一定要关注 他们的外资 他的买超 跟卖超特别是他的买超 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很多的散户投资人 昨天方向 说不定有一天点搞错 所以你一定要去留意 他昨天买了哪些 大家上面的字卡很清楚 外资昨天的十大买超 在星星 中仙 人宝 星光金 华航 叶辉 大同 开发金 中环跟台积电 你想想看 昨天 这个昨天 外资的主力 他们投资的 这个买盘的标的 是在这些部分 那跟你手头边 昨天你冲进去买的 是不是一样 这些部分 投资人 你一定要相当的关注 那昨天的卖超 你可要看仔细了 昨天外资的卖超 最大的第一名 居然是长龙 所以我觉得 很多的投资人 说不定你昨天 很多的散户冲进去 买的就是这货柜三雄 但是你在 这个外资的操作上 它的风向 其实转变 所以我觉得投资人 你一定要切记 他昨天的卖超 我们想简单的 review一下 外资昨天 卖超的第一名 是长龙 卖掉的这个张数 我想你仔细看了 看了会不会心经 你自己再仔细看 那么这些部分 其实货柜三雄的部分 都是今天投资人 你要去注意风向 会不会转变 那包括像群创 滑邦店 联店 融成 这都是外资昨天 卖超的前面的五六名 好 那我们再下一张字卡 投信 我们国内的投信 它的情况是怎么样 昨天的投信 它的买超是群创 中宏 友达 联电 加邦 台达化 旺宏 顺德 玉民 还有国产 你想想看 这些部分 是不是跟你手头边的 这个投资的标的 昨天你的买盘是 符合一致的呢 你要切记 这是我们国内的内资 投信的买盘 那昨天你一定要切记 昨天 投信 它的卖超第一名 依旧是长荣 长荣 滑通 金像店 开发金跟滑 所以 投资人 你一定要切记 他们的买超跟卖超 跟你手头边的买超跟卖超 一不一样 好 那我们再来看 我今天的这个重要的 一个扫描 不过我们是不是 往下一张 好 这部分今天 投版的一个重要的大消息 也会是影响今天台股盘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这个重要的讯息 都有投资人要留意一下 也就是我们的台信 国营 有不少十几家 左右的采雷了 那这是一家 46年左右的一个 这个很有资历的一家公司 也就是南风 那他做的 你可能会觉得跟你有什么关系 投资人你留意了 今天目前为止 全台湾十大的咖啡连锁店 很重要的 包括国际型的跟国内的 咖啡连锁店里面的塑胶容器 跟他的相关的这个器皿 全都是这家处理的 那这一家南风呢 他说实在 他最主要是因为疫情的冲击 连带的影响 造成跳票了 所以昨天在这个国企 也就是台信银 已经着急 台信银是这家公司 他的连带银行 那赶快啊 昨天就快马加鞭 找了国内的很多的银行 用他们十几家连带 那这到时候跳票的一个金额 到时候会造成一个扩大的影响 要什么样的危机处理 现在台信银跟国内的主管机构 主管机构 现在都在商议当中 所以这今天会影响 这个相关的金融股 以及传产类股 他的这个走势会怎么样 那今天南风的情况会如何 都是我们的投资人仔细要去关注的部分 而且他会扩大影响面 这个部分是我们所有投资人注意的部分 那传产的族群最近并没有 很多人都知道 这撑起台股半边天 但是我们已经有提醒你了 你的这个买卖超跟这个自营商 跟外资到底一不一致 你一定要盘算盘算 那包括像宅经济火红 第一人的报价 目前是看涨三成 那还有这个前十大集团的洗牌金控 金控类股今年状况 因为台股很不错 所以其实很多的证券商 证券类股 很多的部分 他的这个股价是表现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这金控也顺便得利 所以因此前十大集团里面的洗牌 里面金控是占了8家 这是表现相当优异 这已经是好几年少见了 那另外一个是大陆方面的相关讯息 也就是 最近大家都知道 在大陆的阿里巴巴 因为这个大陆用反垄断这样 这个相关的法令要去钳制它 那现在不止阿里巴巴 现在据说也建制美团 那这个美团其实 它跟阿里巴巴一样 都是在美股上市 所以很多的投资人 你如果跨局 你已经投资到美股跟陆股的 那你要注意一下 这相关的讯息 那么很重要的 那最下来我们要看一下 下一张字卡 这个部分是我们要跟所有的投资人 提到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货柜 货柜股 这几天非常非常的火热 甚至昨天它出了一个非常大的爆量 那也就是长荣 阳明 还有万海 这29号 昨天它的一个成交量 爆出了一个天价 那尤其 这个很多的投资人 你手头边 你可能昨天 进去抢买了 昨天我们刚前面的字卡 已经告诉了所有的投资大众 昨天买的是散户好吗 都是各位 所以不是说这个外资投资法人 他们会去注意这个 它已经是买卖的方向 标的已经都有变化 那如果你昨天 你还这个挣 花了很多的钱跑进去买 那你一定要注意 今天到底会不会有爆量下杀 这样子一个情形 但是坦白讲 近期的确货柜的部分 非常非常的火热 因为整个的景气复苏 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 但是你现在也不能够去质疑 目前或者全球 包括英国 美国 欧美 他们目前全部都是在疫情 非常严重 险峻的情况之下 那所谓的最好的时代 也就是危机最大的时代 你就知道说 目前货会有多缺 那的确 你们这样很多人冲进去买 他昨天爆出来的天量 光是长荣 是88万张的一个成交量 他的周转率高达18% 昨天也有很多人做当冲 这是非常非常投机 有些时候 也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警讯 那既然这个外资 最大的这个大户 外资跟投信 他们都是卖超卖超第一名 你在今天此时此刻 你手头边到底要做什么的条件 这是很多投资人 一定要去关注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还有昨天的那个投资比重 包括货柜三雄 我们刚提到的长荣 这个阳明 这个万海 他们昨天爆量的情况 我们光想长荣 非常的 这个 这个非常的大量 昨天长荣 光是他的成交金额 他就占了整个台股 11% 将近12% 这个是非常 历年的 非常非常少见的情况 而且光是 他这个包括 货柜三雄 包括长荣 阳明跟万海 这三家 占整个的运输类股的比重 也超过了 也将近了两成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 非常 非常异常的一个比重 那我们这长期 我们依旧是看好 他也是景气的肋骨 所以大家都能够理解 只是这样子的一个集中程度 所有的散户往这个方向往前冲 我说实在 这是很多的投资人 我们一定要去注意的 注意的 尤其现在盘前 马上 我们马上再过一两分钟 准备要开盘 这你一定要留意 好 那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两个重点 我就提供给投资大众知道 就是整个大盘 我们怎么看 导播下一张 整个大盘 很多人提到 摩根斯丹利 我们刚刚讲到外资 外资的操盘 永远超过你的想象 所以你就知道 当外资在喊的时候 他其实是要请君入昂 那所以他把那个金额 当然我们只能说 大盘的指数 2021年 外资他们都是国际的法人 所以他们会提出这些数据 一定有所本 只是他到底这个 range要畅到多大 目前为止我们都知道 摩根斯丹利跟瑞幸 这个调高 不断的调升台股的加权指数 从1万5 甚至有的人 尤其是摩根大通最看好 2021年他看到 1万6600点 他们俩这是目前为止相当高 然后国内 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投信法人 他居然喊到2万点 这个明年到底你们这样子 我不知道 这个再三的提 这观众你自己要好好去判断 但是在这个此时此刻 你是不是要比他们更警觉 我们的筹码比人家少 勇气不能够比人家少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未来你赚钱赚钱赚钱 才是你自己投入台北股市 最重要 你不能赚钱 光看他的指数又有何用 那现在股市准备要开盘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是不是要根据着 这个外资跟着他走 你就要自己好好的小心判断 那看好的类股是哪一些 不拖我们这几天我们跟大家提到的 5G啊 5G包括这个半导体 瓶盖股 还有我们提过的汽车零组件 Tesla 相关的电动车 包括苹果要加入电动车类股 跟一些内需股 因为产业景气复苏 2021年绝对是一个 大家可以掌握 有不错的一个表现方式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要看一下 大家很会喊 喊的过程当中 谁才是最准的外资 目前为止我们一个结论告诉大家 在去年也就是2020年 目前最准的外资就是美银证券 那美银证券 他投资的那个Range 告诉大家 大概13000 到目前为止 他跟我们整个的大盘 现在我们是14,480几点 在14,500 14,500点前后 最准的是这个美银 他的相差跟我们现在盘面的差距 大概是 相差只有1331点 这其实目前为止Range最小的了 所以你就知道说 你看外资 他这样讲的前后 你如果要跟着他操作 我说实在 你真的会被他弄得团传传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字卡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只能告诉大家 的确明年2021年 经济可能会重返一个复苏的 反弹的一个荣景 所以投资的操作 他们会回补股票 那在半导体 我们这一两天也跟大家讲 明年的第一季 马上就过两天 马上要带来的2021年 半导体 它的扩大成长的趋势 是非常明确的 尤其是台积电 护国神山台积电 它的副总已经准备好了 他们都已经打算要到美国去扩厂 而且种子部队已经出发 那未来它的这个 只要有一个波段的前景 动静 它有进展的话 绝对会是台积电 跟半导体类股 尤其它相关的供应力也好 那个涨幅非常的 可观的 所以我觉得投资人 你要去留意 不只是这个白雪公主漂亮 最重要是它旁边的小矮人 有些时候 它的这个股票的成长 更是非常值得你去留意的 那所以明年 也就是台积电第一季的法说 很多人提到 有机会去报家音 所以我觉得很多投资人 你不要在这个时刻点 你拼命的去往 你现在看到的非常夯的 你看今天 刚开盘的一个结果 昨天你冲进去了 现在都是往下在走的 所以你一定要非常的留意 非常的谨慎 非常的机灵 你才能够留住一笔的资金 在明年一月份 你想要用的时候 你才会有钱可以进入 否则你都是卡 但卡在现在 这是很多的投资 你切记一定要注意的 那还有一个重点 你知道 这个外资很会喊 喊到什么15000点上下 现在的情况 的确有往这方面靠近 可是他都是调高这个数字 让大家通通都往股市里面跑 可是在这里面 我们就要留意了 外资其实已经连两年 要卖超台股 情况其实不那么多 外资是很重要的筹码的大户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面 连两年卖过台股的 卖超的情况 不会基本上历年了很少见 他都是一买一卖 一买一卖 好 那一个重点 2020年他买还是卖 各位投资人 他是卖的 而且卖多少 卖了将近7000亿 所以台股几乎算是 他外资的提款金 你就知道他把你调到高高 他就是为了要提款 当然我们不指明哪些外资 但是我觉得我们投资散户 你一定要留意 不是说每一家外资 都是要这样做 可是我们一定要做明 做一个聪明的投资人 我们要慎思明辩 他为何在此时刻 要喊到这样的一个数字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 下一张字卡 简单的来跟各位投资大众讲 我们知道说很多人可能就是会关心房市 那房市的部分 其实有打房的过程当中 有的人会提到 因为它会影响我们台股有营建股 所以现在我们有这个建商 已经开始来谈一些房市的概况 那目前为止 其实我们只能说 在经过这一波打房 你说不会影响到台股 尤其是营建类股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他本来就是希望可能产生一些效应 所以有些建商看来年的房市 它是所谓的三好两坏 的确是有些情况 那我们看这个右边的字卡 因为这个2020年的移转动数 全年移转动数 就是买卖交易的移转动数 那么全年渴望可以达到31万 到这个32万栋 这算是一个景气 算是复苏还不错的一个情况 可是我们就要注意一下 2021年它有哪三大利多 注意一下 因为资金回流了 大家都了解 而且资金是持续宽松的 再加上说交易是非常热络 的确状况是不错 但是房市重大的变数 你看已经打房了 所以打房的政策力道会有多大 那影响这社会的舆论观感 就会影响到政府的 它的打房的力道 所以这个部分 是我们所有的投资人 你要去注意 而且相对的 它也会去变成了 这个营造工业相关的变数 就会影响到 你自己本身 投资在台股的情况 那除了这一点 我觉得有一样东西 我觉得提出一个重要的分享 我觉得是这个建商 它提出来一个重要的 给投资人跟政府官员 都能够参考 我们看下一张思考 很简短的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觉得这件事情 事情还蛮重要的 太多民众手头边 都今年有在买卖房子 你如果说你政府 用十年来三次的打房 它打到了量 但是它并没有把价格打下来 我再重讲一遍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打掉了量 市场萎缩打掉了量 可是你并没有把房价 实质完全打下来 它只是停滞 它没有大量的上涨 所以你可以看 以前平均每年的 它的交易量 大概是37万 现在被你一打 打到现在 今年稍后稍复苏 刚才我们提到 大概有32万 以前其实状况是非常好 你打掉了量 市场交易萎缩 可是你房价有没有下来 你没有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们建议一个非常实用的 我觉得很多的政府官员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也就是房市的景气灯号 我们国发会现在有景气灯号 有红蓝灯 绿灯 蓝黄灯 显示景气的情况 我们为何不把同一个思维 也放在这个房市上面 也就是所谓的333指标 那这样子的情况 只要房价 推案量跟交易量达到三成 这也就是公开 不止民众看到 政府也看到了 那政府你要打房的时候 民众心里就有预期 那大家都知道 有一套333的指标 大家明显都能看 油价要上涨了 因为涨到多少 我们准备要如何 你让民众心中有预期 我觉得这对民众 才不会因为你的打房 措施过大过猛 造成一个损失 我觉得全台湾太多的民众 都有买卖房子 而且买卖房子占了台湾人 每一个月收支将近三成六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那我觉得政府打房的用心 我们都能够理解 是为了全台湾的民众 但是我觉得房市景气 灯号的一个显示系统 让所有民众看到 这个今天呈现的红蓝绿灯等等 心中有所预期 我觉得这才是对 所有的投资大众 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 好那今天这个 我们的直播连线 到现在这个地方告一段落 如果我们的投资大众 你有很多的想法 你有很多的疑问 想要提供给我们 想要问我们问题的话 那也许你可以透过直播 过程当中留下你的信息 未来我们再进一步 专门帮你解答 以上就是今天 张正威给大家的投资报告 希望给一般投资大众 能够来订阅 我们的这个新的 中天财经台的频道 那我在这个地方 我只是我们参与了 这个投资平台 我们希望给我们所有的投资大众 一手的信息 而且给你最真诚 有良心的投资建议 好 那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 拜拜